杀疯了杀疯了 不良人第十集彻底杀疯了 老李寒泪杀了一众感染蛇毒的不良人 就连陪伴我们数个年头的天小星 也离我们而去 如今李希云重剑身负重伤 女帝出面拦截通文管的追击 同时汉拔的火轿已经运往太远 不知这次社会节能否安然进行 接下来的一切 我们只能从第十集的预告中慢慢解析 时间映入眼镜的是这张羊皮图 其中方山两个大字极为亮眼 看来这就隐藏龙脉的终极之地了 直播这线索是谁人所留 我想大部分人心中都有了答案 没错 这极大可能就是天洁星温涛所留 正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地下刀墓的行当 温涛是清澈熟路 所以寻找龙脉对他而言并不是问题 同样李思源也很清楚这点 如果照这样推算 那么此次通文管之旅 李思源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温涛了 第十集 洛乔被送回上饶公主 但他的身边且没有温涛 看了半路他们就被李思源盯上 温涛让自己换洛乔被离开 而他曾跟随李思源寻找龙脉 不过从他留给老李的线索来看 估计在寻得龙脉之后 他也紧随了上官的步伐 方山中出现了一位和尚 有人说是天会心惠民 也有人说是蚕食败退降臣 但小曼则认为 极有可能是十二栋的大洞主 首先从特征来看 大洞主常年守持佛珠 并然信佛或者就是佛教之人 再者当年李春风 曾驻十二栋摆脱灭族之灾 所谓交易 让其守护大唐龙脉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再大胆一点猜测 这会不会就是那个神秘莫测的第十三人 当然这只是猜测 至于结果如何 我们尤为可知 这集李思源有了大动作 不过在此之前 他得先击碎自己一生的梦魇 那就是他的义父李克用 至于阿姐和侯亲的关系 似乎也变得微妙起来 阿姐千里寻地 却是要杀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曼猜测现在的阿姐是第二人格 而第一人格 则是被侯亲杀害的银沟 至于他们之间为何而战 我猜极有可能是一位功法的反斥 让银沟变得试杀 侯亲无奈将其杀害 或者说是将其分印 阿姐会帮其报仇 掌握身体控制权 可能由于人格诞生时间较短 她的心智就如同她现在的样貌一般 只是之后 如果不刀的话 银沟会苏醒和阿姐二者共存 携手侯亲辅助李星云 如果刀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最后再说说李星云 她身受重伤 被单乡送的女帝所救 不良人得知天子所行 愿意协助老李 对抗李思源 如今两大阵营 已经蓄势待发 太原之战即将打响 只会以怎样的结尾收尾 我们下期再见